你這三個欄位剖析出來之後,這三個資料呢,要不要更改它的資料類型,如果沒有,那就直接按完成,可是特別注意喔,這邊有個地方特別容易出錯,就是什麼呢?就是這個,目標儲存格,它預設是在哪一個呢?在原來的位置上面,也就是說呢,如果你按完成的話,它會把黏的部分怎麼樣呢? 放到H2的位置,就會把原來的資料怎麼樣?蓋掉了,所以這個地方,最後這個動作要記得,把這個目標儲存格的位置,點一下,改到I2的位置,OK,按一個完成,那完成之後的話,它會出現這個,然後按確定,好,那各位可以看到有沒有,年、月、日就會跑出來了,但是呢,你會發現呢,年、月、日的位置呢,跟我們現在要的位置一樣嘛, 不一樣,所以喔,我們要做一些修改,那剛剛的動作呢,請各位先把它錄製下來,然後呢,做一點點修改,所以呢,剛剛的動作,我想,先做一遍之後,再來錄喔,那錄的方法一樣喔,這裡的話,我們就直接,在這邊呢,開發人員,找到錄製劇集的動作,OK,那這個是大家錄製下來的結果,我先把那個比較重要的, 先跟各位說明一下,錄下來喔,第一個就是,因為資料剖析它的使用方法,第一個喔,你必須優標先放在G2的儲存格,要把底下資料先全選,好,如果你這個動作沒做正確的話,資料剖出來也不會正確喔,然後呢,分別它會把Selection的, 這個,這個哪一個column,Test to column有沒有,Test to column,其實就是資料剖析的方法名稱,那後面接的就是,它的參數,那這個相關的參數喔,你會發現呢,你要丟到哪一個儲存格,H2,I2,J2喔,然後呢,後面會加上那個Array, 分格符號,再來就是,第一個是丟到哪一個,哪一個儲存格,再來分格符號在這個位置,有沒有,那再來的話就是FieldInfo,FieldInfo的話特別注意喔,1的話是指的是,你要剖析的第一部分的資料,1的話是要顯示,那還有一個9有沒有,你會發現,1是顯示第一部分的資料,那9的話是不不顯示的意思啦,所以它這個裡面都會, 都會有一些參數喔,都會有一些參數,好,我們來看一下喔,這個地方,錄下來結果,那其實這裡面的資料喔,這個這個程式碼都可以做一些,一些的修改喔,我們來看一下,第一個喔,日期拆解,那我們來錄製喔,這個聚期喔,首先的話,我要猜出來一個月份的部分喔,第一個的話,我就先在這邊錄製聚期,那聚期名稱的話呢,我就叫日期拆解, OK,好,然後按確定,確定之後呢,這個時候就開始錄製,我優标先放在H2的位置,點一下,然後Ctrl-Shield向下,第二個動作